這台是2009年11月份 台南無島來的中華螢幕麵 要升級喬征V200動力系統 這台是豪華型的 它有電動的中柱 那車主也是要到高雄喬征台的電動支柱 再來這幾頂商品就是 這台中華螢幕麵 已經升級完成的 橋段V200動力系統的商品 大家可以上市的看 是這台中華螢幕麵沒有什麼差別 升級完整的車 一般如果沒有跟你說 這台中華螢幕麵一定升級 有升級了 那大家一般的人 外景是看不出它 是有什麼升級完整的差別 這台是高雄橋段賣的尾巴 這台後邊這裡有直線加速 起步 的那台中華螢幕麵不開始了 對這個信領的體現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我可以參考 這台中華螢幕麵 那它基本上會比原種 原種 原種的中華螢幕麵 加速更快 我會速更高 這台中華螢幕麵 這鴨皮炸的一直要做 等到腳又快拿來 快拿做做的 到時候還不知道 要做什麼 怎麼可以做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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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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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